这个我是做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可能需要点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说 甚至你这个sub 比如筛选业务 筛选产业别 筛选产品 那你可不可以变成一个 比如说你就筛选就好了 那个sub有没有 你可以把 一样的东西 抓出来 应该是不一样的地方抓出来 哪些地方不一样 input box请输入什么 那个栏位的名称 那栏数指的是要查的第几栏 其实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外 好像都没有不一样 所以我把这两个东西抽离出来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 所以我把它怎么样 做一个那个洗目好了 这个跟这个栏数 这两个 除了这两个之外呢 其实都没有不一样 对不对 那我可以把它抽离出来 然后呢 将来如果说我要呼叫它的话 我可以用什么 用call 筛选 比如说原来是产品 对不对 就丢给它两个东西 一个是产品名称 一个是地几栏 那以后我就写一个就好了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就是用call的方法 就传递一个引述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你可以让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什么 副程式变得单纯许多 OK 这个是提供给各位参考 这个刚刚我们讲的 稍微做个总结 那再来的话 其他还有像什么 我之前在云端上 还有放一个什么 成语查询系统 这个是之前给学生的 也就是给学生一个什么 一个成语 然后比如说让它查询什么东西 按下查询 比如查询里面有什么 十二生肖龙好了 那很简单嘛 成语里面有龙的 就是包含这个 第几栏 B栏嘛 自动帮我查出来 有这些 OK 然后 类似的 这个是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在云端白板里面有 有兴趣同学 可以自己把它玩一玩 然后还可以查什么 多栏 反正可以查很多 可以把这个东西 填在这边按确定也可以 那将来你不一定用input box 你也可以怎么样 在我们的储存格上面 按确定的时候 去储存格里面抓 因为我在B2 所以按确定的时候 诶 成语里面呢 有三的帮我抓出来 可不可以啊 OK 所以呢 你不见得一定用什么 用input box 你也可以 把那个input box 本来填的东西 填在哪里 填在这里 可不可以配合下拉清单 也可以啦 OK 那可不可以变成表单 也可以啦 反正呢 你的输入条件 可以放在很多地方 那就看哪一个你比较方便 你说哪一个好呢 其实我一直想说 哪一个好 习惯的最好 OK 你觉得自己用的顺手最好 没有标准答案啊 没有说 一定放表单里面最好 不过因为 放在表单的好处是 比较可以跟你的那个 就是工作表隔绝开 因为有些user 他会乱动 那如果你把它 放在表单里面的话 他会比较不会去乱按东西 而造成你的层次错误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乘语的部分 那这个是刚刚讲 等一下我们要继续 再往前推进了 所以等一下 就要继续再来看 那个我们的第六个单元 就是在那个 云乱白板里面的 那个批示 在这个的下一个 那这个后面越来越 越来越精彩 OK 批示查询 那里面大概能做什么 按下去全部帮你查完了 OK 好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把刚刚的东西 先稍微 review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会 再进入到那个 有关批示查询的部分 好 好